女郎共龙马不敌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荡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乐意和我一起 做快乐的蝉食官 我说这个我希望是因为 就是前段时间去我朋友家玩 然后在他家楼下 有一只特别小的小猫咪 那个时候他因为就是生病了 然后就眼睛都是睁不开的 但我觉得跟我就特别有缘分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收亮他 然后以后可能就是要 跟他一起生活比较久 所以我就是会说 我希望就是女嘉宾能够 乐意和我一起做快乐的蝉食官 哇 这个好 养猫的女生举手我看一下 至少一半以上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有四只猫 就是如果说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就是你得帮我这边更多的去铲食 你愿意吗 就是我家有四只 你只有一只 时间可以的话是可以的 好 谢谢 小高静 我的猫就更多了 我收养了七只猫 我的猫都是因为就是我在小区里面 就本来是流浪猫 后来就喂着喂着它跟我熟了 就我只能就把它收养到家里面来了 就不想让它再流浪了 然后越养越多 你会觉得这个数量有点庞大吗 没有 我会觉得你特别有爱心 谢谢 谢谢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A 就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人 当然我不是就是受到干扰之后 然后我无所作为 就比方说我之前是有考研嘛 因为害怕自己就是受到手机的诱惑 然后就出门的时候 我会把手机卡拔出来 这样就省得手机联网 然后省得会刷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可能在一起就是 彼此之间是会影响会比较大的 然后如果说你是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然后这点我会比较喜欢 13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那您是不是想找一个对方很不容易被干扰 然后你把它当作标杆吗 向他来学习吗 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嘛 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就相互促进 想找一个正向来被影响是吧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个有没有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就是同时做两件事情 精密度要求都很高 一点都不能出错 但是你再同时进行 理论上说是不太可能的 人同时只能做一件事 但刚才提到的精密操作 需要调动内存的部分 所以刚才这位男生提到的说 就是他希望人长时间专注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是需要训练的 我们既然听到说什么认真的男人最性感啊 什么专注的女人很有魅力啊 是 因为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喜欢 他可能就会放光 对 是 看第一条片子 如何拍一张高级感时尚大片 插兜 仰头 高低尖 有人说我不是这块料 我怎么能服输 我不是专业模特 但玩也要玩得走心 我叫月异 本科期间通过校内选拔 大一就考入西安交大最南京的前决森班 大二又通过层层筛选 进入热流国际班出过深造 现在是西安交大的赛度研究生 研究和技术 也许有人认为我天赋异禀 但我只是个不服输的任性青年 我可以一天被八小时单词 刷穿最难的体裤 可以为了一个进球连续奔跑九十分钟 还可以每天坚持靠降站姿 改善体态 我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 主要受父母的影响 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但我其实是支持他们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只是互相折磨 这样对孩子其实是不好的 并且他们不在的时候 碰到问题 我可以自己独立地去思考和解决 我觉得这样挺好 但我的独立并不是自我封闭 我喜欢跟身边的朋友交换意见 分析利弊 从而让我做出更准确的决定 平时我喜欢去家门口的小学馆坐坐 哪怕只是聊聊天 也能让我卸下一天的疲惫 人总需要些时间把心情放松下来 我是月毅 如果你喜欢 叫乐意也可以 如果你愿意 我很乐意请你喝一杯 13号 男嘉宾您好 刚才看短片里面 您是西安交代做核研究的是吧 对 所以对您这个专业还挺感兴趣的 就都研究些什么呢 确实不太懂 没有 我本科其实不是核实验 本科是那个热流国际班 航天器 就是比方说那个航天飞机 回地球的时候 然后可能就是会涉及到一个 隔热层的一个那个设计 然后那个可能就和我们有关系 因为我其实也是后面 就是考验的时候 专业调剂到核工的 然后以后可能大概就是在核电站工作 可能就是包括那种核燃料的循环 然后那种可能核燃料的一个制备 然后包括整个循环过程中 然后有一些各种流程上 一些细节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可能会涉及到 就是但是 然后大家就这样 来 然后一个提到的 等一下 然后我们下期的 我们下期的 可以拍吗 A 行 可以试一下吧 对 3号 您好 黎安宾 我换到了你拍照的小技巧 就是不要看镜头 看鞋跟脏没脏 看袖子脏没脏 看衣服脏没脏 涂一下灰 大概好像就抓到精髓了 是吧 你的解说倒是很有意思 对 19号 男嘉宾 我有个问题 因为我看你在台上 一直都是特别酷的 这么一个表现 然后说话的声音 也差不多 都是在一个音调上面的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在私底下 对女朋友是这样子的吗 比如说 你今天吃饭了吗 对 对 我朋友其实也说 我在感情里面 其实是那种 比较傲娇的那种性格 这个词为什么杀杀力这么大 我也没有想到 就详细情况可能是这样 就打一个比方吧 可能就有一个女生 然后我对她是比较有好感 然后可能今天偶然间知道 然后她中午是没有吃饭的 我可能就是会偷偷 然后去买一个午饭 然后给她 我不会直接跟她说 我会给她微信发个消息 我说就是过来 然后她可能就说你干嘛 然后我说就是这边有吃的 就我不会特别那啥 然后我可能表达方式 就是偏我这种就是感觉 会显得有点傲娇 这个不叫傲娇 你这个词用的根本不准确 对 装霸道 有点伪高冷 我跟你说 要找那种特别会的 应该怎么说 宝儿 你来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 在等你哦 好 这个就是来有吃的 16号 就刚刚VCR里 我看到男嘉宾说 就是父母分开了嘛 然后我也是有类似就是的情况 就我想问一下 当时父母分开的时候 有咨询了你的意见吗 没有咨询我意见 然后但是我对这件事 其实是比较支持的 因为我就像片子里面说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 如果说感情不是特别好的话 在一起互相折磨 家庭氛围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分开 好 23号 就是我父母也是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 大概也是在我五岁左右 然后当时可能很多人都说 孩子还小啊 不要就是做这么冲动的决定 但是我现在发现 他们俩真的离得特别好 因为他们就是 两个人本身性格就不合适 还要勉强就是自己跟对方相处 其实孩子也不会特别快乐 反而他们现在离婚了之后 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 都有各自的家庭 然后我觉得能带给我双倍的快乐 感受到两个家庭来自的温暖 我觉得特别好 就我接触到的样本来说 就是年轻人讲到父母利益的大多数 是比较能够平静的状态 来看待父母的利益 父母的爱是一样的 不管他们后来是否选择了婚姻 或者什么样的状态 我经常会收到很多私信说 很想离婚 但是考虑到孩子 是不是还要再忍耐一下 但是今天听到孩子们长大了以后 他们是怎么想的 比如说没父母非要因为我 而把他们两个人绑在一起 那反而他们分开了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是一个孩子的胸怀 说爸妈好就是好 但如果就反过来说 我为了孩子 这一辈子是婚姻不幸福 把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 那个孩子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他觉得我害了你们 而且代季之间的婚姻观的 进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过去这四五十年 其实往上推一代 刚才出现黄老师所担心的那样的 家庭是很多的 甚至专门有一个 就离婚集中期就是高考结束 那个谎言不想再维系了 对 但是到这一代年轻人这个观念 尤其是对于离婚这件事情的 价值判断观念 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接下来整个社会 对这一行为的认知啊 整个体系 会发生一种根源性的转变 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理解说 他们俩离开只是他们彼此不相爱 但他们对孩子的爱 不会因此而减损半分 看下一个 如果一个女生对男生有好感 她会愿意跟她一起逛超市 她就是答应陪我逛超市的女生 每次看她站在货架前挑选食材 我都有种过日子的幸福 我们同为留学生 虽然很多话其实可以用手机聊 但我觉得手写信 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取代的浪漫 我会给她手写情书 为她手工制作钢琴 虽然不精致也算不上贵重 但在上面花费的时间和心思 最让她感动 但我们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 临近回国 她还要继续深造 我们当面讨论了彼此的规划 最终选择祝福彼此 我理想中的爱情 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是双方都有着适度的空间 我不介意另一半年人 但如果因为年人而影响工作 我觉得是不利于这段感情的 我曾谈过一位年人的女生 即使在做实验的时候 她依然要我马上去见她 在这段没有空间的爱情里 我一直压力很大 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 我更倾向于当面说亲 比起发短信打电话 我觉得这样才是 对这段感情的一个交代 期待和未来的你 开启一段相对成熟的恋爱 忙碌时相互体谅 快乐时相互影响 未来很长 我们一起慢慢走 你做的那个手工的东西 你会做哪些 那个片子里边说 有做过手工的钢琴 还有手工的那种项链 手工的钢琴看上去和 没有 钢琴没有什么区别吗 不不不 那个是简易版的钢琴 就差不多只有四个音阶嘛 做的整个发声原理都改变了 然后做的是那种 就是本来应该是敲打 就是你的那个木锤敲打弦 然后发声 然后我们做的就是 选择用试管去代替 你试管里面装的水 为了高粒的不同 然后它可能发售的音调高粒 是不同的嘛 然后以后你弹的时候 你就倒水进去 倒到那个高度 然后就这个样子 这种使用 这是工科的浪漫 对 后面是一排试管 上面都是笔刻的刻度 然后把水倒进去 就可以弹出声音 朱贝贝 V你好 看你这个第二段感情的时候 说你那个女孩特别粘人 你当面跟她就说分手了吗 对 就当面跟她说分手 就这样 就是你没有去跟她沟通一下 没有 其实之前是有沟通过 然后呢 但是后面她还是这个样子 她就是不太能理解的这个状态 我是觉得就是你在做正事 比方说你做实验 或者说你学习的时候 然后可能就是 你最好不要打扰我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时候 确实需要我的就是过去 或者说干嘛的 然后我是OK的 但是你如果说老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肯定是也是 比较难的一个状态 说到粘人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 粘人程度不一样 它分了好多等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集 叫有事找你 没事独自生活 第二集 需要经常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情绪 第三集 下班以后的时间都要在一起 第四集 需要参与所有好朋友的聚会 第五集 需要秒回我的信息 和所有情感需要 你们对照 你们对照一下 觉得自己属于第一集的那种举手 有这么多 注意看下六个人 第二集的 略多了一点 属于第三集 下班以后都要在一起的 两个 我觉得冯奎阳怎么可能是第三集 为什么绝对被你要把他的手硬拽下来 不是 他是五 没有 我也是感觉 我是可能 就精神上比较需要对方 但是实体上 我是能独立做任何事的 就是 你实体是可以 好哲学 我懂 我懂那个意思 好 来 第四集 有没有人 三个 三个 23号 属于第四集 来 第五集的有没有 一个 只有一个 你是冠军 我们让冠军 发表一下活奖感言 你觉得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第五集 有没有描述清楚 或者说在榜单外边 你还有第六 第七 我觉得 我都需要吧 不仅是五集吧 全套你都要 对 全套我都要 然后我还挺黏人的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喜欢就是 一直挂的电话 等我睡着了之后 也不能挂 一直到天亮 你睡着了都不能挂 对 可是她也可以睡觉啊 就是我觉得 那样会很有安全感 那你前男友谈了多久 谈了有快两年吧 分手的原因是 三男友失眠 精神崩溃 是 两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你们知道吗 一个成年人两天不睡觉 活得是不容易的 她现在还好吗 她好像眼淡还挺严重的 陈铭 假如你没有结婚 你的需求是哪一集 我觉得一集肯定看起来 是很迷人的一个状态 当然到了二集和三集 它偶发性地出现 但是到了四和五 就能明显能感受到 巨大的压力了 黄岚 我在想 如果我自己的需要的话 我需要大概是二集 这是我的需要 然后我希望对方如果 他是有事找我 没事他独自生活 我感觉他在利用我 东剧人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他有经常分享 他的生活和情绪 我会特别乐意 我觉得情感 就谈恋爱 主要的目的是要分享 生活和情绪的 没错 但如果他下班时候 都要跟我在一起 我可能就受不了了 你中一个女性也嫌烦对吧 肯定的 对啊 来 那到你了 你参与一下 这个五集的你们 你是哪一集 一到二集吧 可能 比较舒服的 对 最后一个问题 1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在VCR最后听到你说过 就是跟对方出现问题 一定要及时说清楚 但是我需要一个冷静期 如果说你面对的 以后的女朋友 是我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会怎么做呢 我刚说的那个及时 其实也并不是说 一开始第一时间那个解决 然后可能也是需要等双方都先冷静下来 然后再去把这个事情处理掉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说拖得特别久 现在留灯的是 6号和14 有请6号14 看一下男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你看他一秒钟自己从那边挪到了中间 看一下智推 男嘉宾的智推女生是 吃好醋 选恒顺 恒顺相处六年晨 为你揭晓智推女生 24号 好 走 你看他一秒钟自己从那边挪到了中间 这C位 男生阳光开朗爱好运动 属于活力行男 为人慷慨大气 自信勇敢 感情里面乐于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 喜欢势均力敌的爱情 女生知性优雅勇敢自信 做事灵活会变通 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对人对视的边界感都很清晰 两个人期待挑战和变化 看重和另一半的互动和回应 可以一起成长 一起追求品质生活 共两位他们 来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诗远冰 宝贝成长剂 我的两面性小倔强 选一个 1 看个短片 我家CC怀孕的时候 然后旁边那个就是爸爸 是个大肥猫 然后后面他们就生下了很可爱的 四只小猫 那时候看起来像四只小耗子一样 后面就他们长大了 整个身体整个脸都是圆骨的 然后每天晚上陪着我睡觉 我去哪里都是一直陪着我陪着我 虽然说养这么多宠物很累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给予我陪伴 还有给我带来快乐 谢谢 唐瑞 火锅梦 酒壮松人胆 想和你一起去 1 听说每一个重庆人 都有一个火锅梦 那我肯定不例外 每个小火锅梦 我都来到了朋友的点头 去休息如何正规的 操一个火锅地聊 从服务院到墩子到后处 经过三个月的休息 终于是有点沉测了 那段宝贵的经历 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火锅梦 于是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去开一家 输一自己的火锅点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人 跟我一起整经躺火锅 超帅火人生 英甜甜 宅女一枚 可以破例和谐一家 三 一家五口人 有个弟弟和妹妹 家庭氛围很和谐欢乐 是个有爱的家庭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女生 说一说自己身上三个优点 三个优点 来 独立 比较爱笑 然后比较乐观 比较有爱心 汤蕊 比较真诚 然后比较坚持 还有比较乐观 来 我比较独立 和理性 然后也比较有爱心 挺喜欢小猫小狗之类的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如果你坚持选24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不幸福 一定要做最后的女生 就送得多小猫小猫 去strom 挺喜欢的 看 functional 24号 好 这时间争取一下 就是我在这次来节目的时候 然后自己做了一对手练 然后它就是一个行星和一个卫星 女生是行星 然后我的这个是卫星 然后它的寓意就是 然后卫星会守护行星 守护这个词可以好 我手练都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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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插一句啊 我看那个唐蕊的择偶标准 要找那种言出必行 奋斗型的男生 可以一起努力创业 一定要有目标 有规划且行动派 身高1米83以上 寸头有肌肉更帅 懂得包容女生的脾气 最好像自己一样喜欢养猫 你要1米83以上 商量一下82行不行 这哥们刚才好像是82 82 我一般就82到84之间波动嘛 上次测其实是83 夏天和冬天它不一样 热胀冷缩嘛 对 就是身高这个东西是可以拉扯一下 然后我也知道你不善表达 其实能够看出来 你也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但是呢 我可能不喜欢你的点 我实话说就是 我可能觉得你说话的语气 有时候过于平淡了 就是我希望我喜欢的人和我 就是我们很热情的时候 感觉火星撞地球啊 或者说有些小半嘴很激烈的时候 但是你给人的感觉 我怕以后也会比较平淡 就这一点的话 其实还好吧 可能我刚开始 就我朋友其实对我的评价也是外冷内热 但是相处深比较之后 然后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人来风的人 然后人越多 可能玩得会越开心 就是外冷内热 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把热的那个表现一下吗 你不要看我们说话 你看他吗 最后一番了啊 最后一番 成不成就这一下了 加油 燃烧一下 我手练都做好了 我手练都做好了 再重复一遍 重播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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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唯一有救的是 您在手练上有他名字 如果不是的话 说服力就不够 没有名字也可以刻呀 来我们最后听一下女生的回答 来我们最后听一下女生的回答 就是还是谢谢了 我也可以做一幅绑画送给你 谢谢 谢谢 来 我最后说一下 在这个环节 女生拒绝男生的时候 听了很多 她刚才的表达 我觉得我是听进去的 你这样的男生 有一些女生不喜欢 有一些女生会很喜欢 你在有一些女生那边 是会有那种发光的东西 但是 我特别能够明白她的那种感受是 我欣赏你 喜欢你这个劲儿 但是她不能替代恋爱当中的 体验感 你懂吗 你会是一些女人欣赏的那一款 但是拿来做男朋友的那种体验感 他们会略有担心 所以你要 就是在一般状况下 还是要展示给你喜欢的人的时候 那个劲儿是要调整一下的 好吗 谢谢 再见 好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